跟大家说个段子吧 讲个段子 讲段子 大家好 我是孙仁伟 参加这个节目 我肯定是要跟家人去分享一下嘛 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我可能要火了 我要上电视去录《非你莫属》了 我妈说 真的吗 我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在想我妈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我就带着疑惑 我妈就跟我说 我妈说 因为你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终身大事的问题了 这个事吧 你一定要不要冲动 要擦亮眼 你一定要把这些小伙都看仔细了 我一听 那我明白了 我说虽然都是四个字的节目 但是我去的是求职的 然后我觉得我妈不太靠谱 我就挂了这个电话 给我哥打 我觉得如果在我的家人里面一定有一个懂我的 那一定是我哥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哥上来 我还没有说话呢 我哥就先说 你听我说啊 我已经结婚了 这个财政大权不在我手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我当时跟我哥说 哥 我真的不是要借钱 然后我一想 这事也挺扎我心的 那我就别跟他说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看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件事 我上电视了 谢谢大家 这段特别像李雪芹吗 不觉得 李雪芹不就有一段吗 是吧 类似啊 我觉得 他有好几个梗 他不止一个梗 我就有几个梗 说明他 我觉得还真的挺有趣的 我觉得能在这个台上 把脱口秀说的 能让我们逗笑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你承担的压力比较大 雪芹你写这段用了多长时间 昨天 他真的不是李雪芹 他跟李雪芹差了节奏 可是程伟 我不知道是我们在座的这个企业家 笑点比较低 还是我笑点有点高 就全程我是没有任何笑点的 因为我觉得你在新媒体也好 而且我看你本身的专业背景 这么多年都在这个圈子里 我觉得对于一个爱好者来说 讲成你那个样子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你来说 一直浸润在这里边 我觉得基本上脱口秀的逻辑 在你刚才的表演当中 完全我没有看到 就是一个好的脱口秀 是非常有逻辑和节奏的 并不是平铺直续地来讲叙事的 所以我就很诧异 包括你刚才大家提到 你做专业的那个商业化也是一样 当我直指重心地问你 你作为一个在这个领域 这么多年的人 去做了一个商业的账号 带来的变现成果 每个月多了五千块收入 你不觉得你对不上 你说的这个大热行业吗都 就是现在我觉得 他是一个有专业的人 但是没有看到你的能力 看不到你的价值点 我看到你的价值点 不用管它 在这个场上 如果说一个月 能挣到六千块钱 再通过抖音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认为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 那是对你啊 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啊 我说的是真话 但是你不能拿那样的要求 来要求我们的嘉宾啊 对啊 是啊 我就是拿我做对比的呀 我觉得我做了两个账号 我到现在为止 才抖音上一个月都挣不了 六千块钱 所以我觉得你比我强啊 对啊 陈伟还有 我也觉得他能力体现得很强啊 你说半年的时间 这个账号做到按四万 难道这不叫能力吗 这个解释一下 专业的解释一下吧 就是其实今天在网络上 有很多百万账号 你会发现这些小姑娘 小伙子很早做了一个百万账号 他这个账号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只是他有了那么多的粉丝 但他没有变现的能力 所以这些人 其实现在是抖音当中 非常困惑的一个群体 真正厉害的人 比如说你只有十万粉丝 但你的十万粉丝 非常的垂直 然后并且有变现的能力 要比那个一百万粉丝厉害得多 其实我觉得是 策划是一件事 然后呢 能够去商业化又是一件事 这位陈伟来讲 他能够 第一是他有策划的能力 拍摄 剪辑 这个一系列的工作都可以去做 另外的话呢 他其实已经在考虑商业化了 只是说商业化是否纯粹 但是我觉得从 这种策划的你来讲 还是挺强的 陈伟啊 就是我担心你 你今天因为一开始 在第一环节展示了 剧情类的短视频 而这一类 坦率说现在在短视频平台 是最难商业化的那一部分 虽然吸 有可能吸流量 这方面反而是 我想问你的问题 就是未来 你在这个领域有兴趣 到底自己真的想做什么类型的内容 包括短视频 包括直播 我想做的一个 就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个账号 去帮大家放松解压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原来做的那个号啊 站在镜头前的不是你 这个是让你并没有那么 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 你想走到前台来 对 那我就懂你了 但问题是 你不一定是最适合的那一个 因为要考虑到商业化 那个探店 那个站在前台那个小姑娘 挺可爱的 所以挣分之类的 大家会点赞的 那你可能就得走另外一个路线 那个路线能不能成功 不好说 真的不一定好说 我觉得雷哥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 那他既然自己可以 现在脱口秀大热 然后如果你在上面 能够讲段子 我觉得包装你自己的账号 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那你比我们在座的 各位都专业 如果你重新按照你的意愿 这又是你的兴趣 又是你的爱好 还可以把它发展成职业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认为打造你的 这个个人IP的账号 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快速地吸粉 给我三条你的直接落地的做法 OK 第一条就是展示自我 就是我自信 我展示我的自信的生活态度 第二个就是非常勇敢地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事吧 这还是停留在内容上的 我可以理解 就是还在表达你第一个态度 这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呢 这个账号要活 可不是光你表达内容态度 对 就是我的穿搭 穿搭你会怎么做 我的特色就是非常的 酷 OK 那第三呢 而第三就是我最近 也确实是在找我朋友 学化妆 就是可能有一个 前后的对比吧 一个变装类型的 就是可能我穿搭之前 确实是非常邋遢 一种肥宅的形象 然后转过来 那就是一个精致的 自信的酷购 那这样的话 说实话 不太容易在舞台上 变成你变成我们的员工 哪怕我们有MCN 那MCN可能就是 签你的这个账号而已 这种可能性 那就变成台下 大家是可以交流了 做个朋友多条路嘛 对啊 而且你知道我们台上 但这个跟找工作 就不完全一样 因为包括说 刚才叶院长 对你很有兴趣 叶院长是要打造自己的IP 对 我们是想要你的打造能力 我感觉成伟的职业规划 就是有点不聚焦 比如说你前期 你一上来说编斗 我对你很感兴趣 然后说说说 你拍摄剪辑 又跑到我想当演员 但是呢 包括看你的脱口秀 都有别人的影子 所以你要做好一件事 这样可能更垂直更好 就是刚才我考他那道题目 其实就是他运营和策划的能力 我想看看他具备 不具备这样的价值 首先他给到我的所有的点 大家听下来会发现是 服装的 对吧 然后我表达我真实的态度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业余选手给出的答案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 首先我有专业的团队来帮我做 但是至少我如果去运营 一个宁宁的他们公司的账号 或者是他个人的IP账号 我首先第一个我就会跟他说 第一就是把控你的内容 对吧 内容的板块 那内容当中包括节奏 逻辑 文案 怎么样去梳理 这个是非常有技巧的 就我说脱口秀的那个技巧 是完全可以对应在抖音 所有火的大家会发现游戏规则 它就是完全符合这个节奏 和逻辑才会有热度 那第二我一定会讲 每一个平台是有不同的规则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想做好一个账号 账号本身的评级情况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都没有关注这些话题 在你整个下来之后 我都没有看到你 讲的那里面跟运营 几乎没太大关系 他讲完之后我想招他 我想招他 至少我觉得他更专业 不要找过的钢索师傅了 找一个专业的新媒体的师傅 在这样路上越走越深 还是能做出成绩来的 其实确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新媒体 做时间长了以后呢 可能就进入这个比较快 比较急躁的一个氛围里 所以就有可能 就会有点迷失这个 所以我觉得今天 收获还蛮大的 觉得收获了很多这种知识啊 这种包括我以后的方向啊 这种我都会去在座考虑 你最后选择你是想做编导呢 还是偏前台的这个演员方向呢 偏前台演员是我的一个 就是未来一个发展 我想做的东西 我可能还是会策划这一块吧 就是毕竟这个 还是我强项的这一块 好 我们共同来看一下 求职者的陈老师 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话 非常的有特点 他的特点在哪呢 右上角画了一个巨大的太阳 我已经有特点拽了不听 可能说是条冉拟了 你不会去过来的 不论都有线 我的头发展 是 不论 就对我 你不是 你把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个底心 在你的职场第一阶段 先聚焦你的能力的优势 把它的专业性竖起来 你未来想表演的时候 你已经有后台怎么操作了 你又看了很多优秀的演员 你是可以呈现出来的 所以不着急 先让自己出名 先让自己能力出名 这个最好 不要这么快换工作了 你已经毕业三年换了四个工作 在斯凯乐好好干个四五年 你才能值钱 好 接下来呢 考虑的选择就交给你了 选择斯凯乐 或者谢谢再见 所以你的选择是 选择斯凯乐 好 祝贺曾花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孙成伟